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两款佛牌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款佛牌 都是这样已经包好防水壳的 这样两款佛牌 那么这一款 笋点是有这样的一个盒子的 也就是它原装的这样的一个妙盒的 我们可以看清楚 那么另外一款呢 这个是哈努曼的小金森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再仔细的看清楚些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款这样的一个 顺帝博牌 那么这款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红色黄色 我们还能看到有黑色 还有白色 它整个的颜色用料也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这个壳 我跟你们讲 这个壳是庙 庙已经包好的这样的一个防水壳 庙已经包好的这样的一个防水壳 可以看到整个上面的话 都还有泰文质这些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背面 先看一下整个牌型 那么这个背面可以看到 这里面是有龙破坤 坤爷爷师傅的这样的一个头发 那么后面呢是它的发像 这个是妙印啊 可以看到啊 有金色的浮管 大家应该有看到吗 还有那么我们的这个金色的浮管呢 是真金浮管 那么总共一共呢是19金 19真金 前面的话是5金 那么后面的话是 前面是5金啊 后面的话是14金啊 14真金啊 这样的一款佛牌 真的是这款它的这个 这款的佛牌整个的用料都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高端的哈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 十九真金哈 有真金浮管啊 那么还有师傅的头发在里面啊 可以看清楚再看一下 师傅的头发在里面 非常的好 那么神的佛牌呢 它是一个全功效的这样的一个佛牌 那么佛的话我们都应该知道哈 它是一个全功效的哪里需要哪里就可以 啊 帮助到哪一方面的这样的一款佛牌了 它可以啊 保平安 招财 招 招人员 还能够保意外哈 全功效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佛牌 那么神的呢 也是佛牌之王 比如说我们的五大古佛 那么佛呃 那么神的的话它是 呃 之王啊 它是第一个啊 No.1啊 这个是我们的佛牌 神的啊 佛牌之王 所以很多人呢都会 共请神的的啊 神的的话哈 啊 是由阿占多大师傅创造的 那么他是怎么怎么会创造这样的一个佛牌的 也是经过他的师傅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他会讲啊明天的日出很特别 那么他就有这个灵感 然后他就于是他就很早的跑去看日出 那么通过看日出的时候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佛像 于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来制作的 这样的一款神的佛牌 所以是由他创造出来的 那么佩戴过神的佛牌的人呢 都知道他的功效真的非常好 能够帮助到他很多的东西哈 给而且这一款的用料也是 嗯 党岗的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十九根真金 再加上龙婆坤坤爷爷的这样的一个头发 在里面的 嗯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二款啊 第二款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款佛牌啊 先给大家看一遍 这款呢是哈努曼的这样的一个小金生啊 可以看到小金生 那么这个呢是已经包好了这样的一个新的 新的这样的一个防水壳啊防水壳 那么看一下背面 而且这款的话还是一个彩虹的也就是五彩的 五彩的这样的一个彩虹的啊彩虹的这样的一个哈努曼 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啊他的整个背后也是有非常多的经文在后面的 那么他的经文越多哈 他的法力真的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那么这一款的师傅是看一下 龙波超昆辣啊龙波超昆辣啊龙波超昆辣开光起伏加持的佛力是2554年这样的一款牌啊 2554年 那么 呃这款我们佩戴啊佩戴哈努曼的话能够有什么样的功效啊 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哈努曼猴神呢 他可以保意外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哈 那么我们是可以保意外 同时呢他也有扶持的那样这样的一个功效扶持 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或者是比较难以取得成功 那么哈努曼呢他可以帮助你能够得到佛力的扶持 然后呢能够很好的取得成功这样子 也能够让事情呢更加的顺利 能够进展的更好能够增强啊信心 马到成功 还能够帮助佩戴者的事业啊 工作啊都能够顺利 还能够规避小人 挡险等等啊还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 那通常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努曼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精神 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他有四手八手这样子哈 那么这也是当然也就是他的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化身啊 化身 可以看到啊整个品像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还有关于哈努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给大家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哈努曼天神呢是一位战无不胜的这样的一位天神 有着英勇无比的勇气 他有着打不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哈 那么就无论佩戴或者是供奉行呢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提升运气和他的这个拼劲啊 就是永不言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那么不管你是在事业在商场以及就是工作的时候呢 都能够跟竞争的对手啊 都能够超越竞争对手哈 那么刚刚我也讲还有保平安的功效 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佩戴呢 那么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像不管是呃事业型的男生女生都是可以佩戴的 那么还有创业型的人士也是可以佩戴 那么作为学生啊销售啊管理呀 这些都是可以呃作为佩戴的还是非常强的 那么他的吸睛啊吸睛能力也是非常的好非常强的哈 那么在这里还忘记跟大家讲哈 要记得给小妹点关注啊 动动你们的小手指哈 可以给小妹点点关注点点订阅好不好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感非常的好看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